第38集 谁知道是不是怕被别人看出自己紧张而故意装的 那些名门大派的弟子就真的是一脸的淡然 完全不知道这些人来鄙视 为的是鄙视杀人还是为了猪鸡蛋 而刘启波全身被爆炸得严严实实的 有些狼狈的喝金飞瑶 瑶瑶站在了一处安稳地等待着 等待的时候太过漫长 两人无聊地瞎聊起来 刘刀有这次回去后 应该就要闭关冲击住基琴了吧 金飞瑶低声对着刘启波问道 刘启波无奈地摇头否认道 不行 这里住基丹我是要留给丁刀有的 他的修为已经是练气器大圆满了 早已可以冲击住基了 而我只能等着明年再去抢全先门的住基丹 如果伤势恢复不好 还得再多等几年 你竟然把住基丹送给他 你也太大方了吧 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 金飞瑶不可置信地看着刘启波 他竟然要把到手的住基丹送人 刘启波有些无奈又有些害羞地说道 还能是什么 我们已经准备几位双修伴侣 他如果住基成功 以后也能抢我一些 这次本来打算两人一同冲击住基的 没想到他没有得到住基丹 如果我住基成功了 他定会觉得伤自尊 会很难过的 所以我决定把住基的机会让给他 你太大方了 就是一嫌弃良母 换成是我呀 可能要有剩下的才会让出来 不过我对什么双修伴侣 一点兴趣也没有 还是一个人自在 拖家带口的麻烦 金飞瑶玩世不恭的一白手 对于双修一点兴趣都没有 刘启波笑了笑 没有解释太多 当时看到丁天成输掉 一脸落寞的样子 他也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产生这种想法 让出住基丹 那还真是一个惊人的决定 要是我以后得不到住基丹 身为住基修士的丁天成 还会和我在一起吗 金飞瑶没想到 就连发放个奖励 都有修士跑到观战楼来看热闹 眼中满是羡慕嫉妒恨 直勾勾地盯着下方的修士 如果在人群中 寻到一个长相不好 或是臭名昭著的人 观战楼中就会议论纷纷 只探老天不公平 这种人也能得到住基丹 而那些臭名昭著的人中 就包括了金飞瑶 这个被赵家重金追杀的人 金飞瑶觉得自己和追杀令 是结了不小的缘分 现在已经有两份追杀令 挂在自己的头上了 虽然虚千格的追杀令 有和没有差不多 根本没人知道是他 但赵家的追杀令 可是明明白白地挂在了 所有的任务牌上 二十万块下品零食 活口的话多加十万 也不知这赵家的人是不是傻了 花这么多钱追杀自己 金飞瑶怀中 都有一份从任务榜上 私下的追杀令 上面自己的头像 倒是会得栩栩如生 和徐清格那个胖脸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洛仙殿把五百名修士 晾在了擂台上 一直磨蹭到了五十 才有五名金丹七修士 出现在了空中 缓缓地落在了擂台上 最中间的那名老头 倾咳了一声 微微颤颤地走上前 意外地 用洪亮无比的声音说道 恭喜大家 能够得到助鸡丹 我们是洛仙殿 各位如果无门无派 助鸡之后 可以优先加入我们五派 我们能够给大家 提供高灵气的洞斧 强大的物质厚盾 还有漂亮的女修士 做老婆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可是个好机会 听到有漂亮的女修士 做老婆 有些修士忍不住 哄笑起来 这老头真是有意思 这次鄙视的原因 大家也知道 就是因为地界之分快开始了 我们南山界不能让别的修仙界吞噬掉 所以才大量放发助鸡丹 在南山界的成员最早是这样的 老头精神不错 从拉人入派 一直转化提到南山界的起源 他这一讲就没停过 足足讲了快两个时辰 把全场修士听到轰轰欲睡 才把南山界的起源 和保不住南山界 大家就要怎么倒霉完蛋说完 终于等到他唠叨完 大家梦寐以求的铸鸡丹 终于开始发放了 按照最早出场的顺序 大家一个个走上前 激动地从老头子的手上 结果装有铸鸡丹的琉璃瓶 拿到琉璃瓶 修士们立马藏入了怀中 只怕一个不小心 就被人抢了 等轮到金飞瑶时 金飞瑶是三步并做两步 赶快地跑到了老头面前 小心翼翼地接过琉璃瓶 然后推到后面 他重回队伍中 隔着手中的琉璃瓶 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猪鸡蛋 金色的丹药 上面有银色的花纹 非常有质感 而且还非常的眼熟 果然没看错 金飞瑶的心 激动得快跳出来了 原来那日 从虚清阁 无名男身上偷来的 不知名的两粒丹药 竟然就是猪鸡蛋 实在是太走运了 这琉璃瓶啊 怪不得我越看越觉得眼熟 原来啊 自己就一个 金飞瑶强忍着心中的激动 三粒猪鸡蛋啊 什么样的垃圾资质 都可以猪鸡成功的 而且华西那还不知道能不能搞来猪鸡蛋 要是也弄一粒过来 自己猪鸡完全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这件事自然不能被别人知道 他咬着嘴唇 强忍着激动 等待发放猪鸡蛋结束 好赶快闪人回家 终于猪鸡蛋发放门 大家都散开 各自离开 五名金丹修士早回到了自己的洞府 只留下了某些 只留下了某些 直视的弟子 在队友助击可能的散修进行拉拢 而金飞瑶 则扶着刘启波离开 丁天成依旧很平静地在门口等着他俩 看到刘启波出来后 就从金飞瑶的手中接过了刘启波 金飞瑶没跟上他们 只是静静地看着二人离去 虽然刘启波没说什么话 但是看起来似乎好像很爱 但是金飞瑶却不厚道地想 也有可能是因为住击单的吸引力 所以才看起来恩爱呢 金飞瑶是全歇门的人 如果住击 自然有全歇门的人来接受他 不理睬几家门派的抢人 穿过被弄的乌烟瘴气的生死场门口 金飞瑶收好了琉璃瓶就自己往外走 他先来到了木工殿 他要的小楼已经造好 已经在做最后的处理 共分为五份的小楼 就这样分开放在了后院之中 检查过没有问题后 金飞瑶就把五份小楼收入了袋中 随后他又把定制的家具收走 才大摇大摆地往杂货铺走去 在杂货店中 他乱七八糟地买了不少东西 购买齐全后 他才回到了全歇门 进到景天换盆中 金飞瑶发现贾经已不见了 用神石在四周查了一下 发现他们竟然停止进食 全部躲在了用口水和黑沙沾出来的洞穴中 焦头戒耳地似乎在商量着什么 一群不务正业的东西 有这个闲工夫闲聊 不如快点吃快点拉 要不就给我生几个小蚂蚁出来 金飞瑶嘴中嘀咕着走进了栅栏中 只见他又从橱袋中拿出了许多木板和柱子 还有钉子锤子等工具 看了架势 好像又想自己造什么东西 果然他拿起锤子就埋头干起来 这回倒不是在盖什么高难度的东西 而是想在黑沙中 扎进十二根脸盆粗的柱子 用来做小楼的地基 地基弄稳妥后 他把木工房建好的小楼 从橱袋中拿了出来 暂时先摆在了黑沙上 金飞瑶又拿起了一掌宽的木板 在木桩上面整齐地钉了上去 不一会儿就铺了一块木平台 随后他仔细地把小楼的底层寻了出来 这可得看清楚 要是拿错了可就丢人了 小楼底层被他牢牢地钉在了平台上 然后又把楼上也一层层地钉起 很快就把整座小楼给组合起来 在摆上买来的家具 整个小楼看起来非常的不错 这家的手艺还真不错 房子造得真漂亮 金飞瑶沿着小楼转了几圈 里里外外地看个不停 一楼有个小客厅 这时还散发着木头的清香 就连门都是雕花的 左侧边有个小房间 三面墙上全都做了多宝格 金飞瑶很骚包地把住基单的两个琉璃瓶子放了上去 欣赏了一会儿 他又把琉璃瓶子放回储物袋中 放在这里他才不放心 谁知道会不会让胖子醒来吃了 右侧也有个小些房间 金飞瑶准备用来做炼丹室 只要住基就可以用真火炼制丹药 就算是木质的房子也不会被烧坏 但是丹炉要是爆炸 那可就不好说了 顺着客厅内的楼梯来到了楼上 有一个露台占了一半的空间 剩下的地方建了两间厢房 金飞瑶那间摆了床和柜子 还有女子必须的装台 只是现在装台上的镜子 早被他用一块布给遮了起来 隔壁就是胖子的房间 金飞瑶特地的去找人 坐了个很大的篮子 里面铺上厚厚的垫子 胖子也被他放到了篮子里 这里虽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地方 但是总要比零售袋中舒服许多了 露台上放了把摇椅 金飞瑶悠哉哉哉的躺在了里面 轻轻的摇着 看着景天换盆中的风景 觉得十分的舒坦 但是摇了一会儿 他突然觉得有点烦躁 这风景也实在太烂了 地上黑乎乎的一片沙子 边缘地方就是一层白雾 而天空中什么也没有 偶尔出现的橘红色的光芒 也得有运气才能看得到 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金飞瑶猛地站起来 我就说怎么这么不舒服 原来是因为到处都没有一丝绿色 这烂地方还真不适合居住 想到这儿 他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然后搬了不少大缸和花盆回来 还扛着几棵树 他把院中的灵草全部移植到了花盆之中 然后又把树种到了大缸中 再全部弄回到了景天换盆中 就在金飞瑶忙死忙活 弄着景天换盆时 有张传音符飞到了四十四院 他的小院中 金飞瑶跑出去排花盆时 正好看到了在静置上不停晃动的传音符 把传音符捏碎后 里面传来了一个好听的声音 金道友 我是渡水兰 你还记得当初我们说好的 我可以找你看看那只盘云蛙 我今天正好有空 人就在泉仙门外 不知道你有没有空 人都到门口了 才问我有没有空 还真会说 金飞瑶双手是你的 站在了院中 不满地嘀咕起来 洗净双手 他把胖子连着篮子抱起来 在屋里看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把他放到了修炼室中 他可不想带着渡水兰 上到二楼自己的厢房中 要是让他看到自己那些绣花的被褥 妆台上的首饰和女人用品 指不定要被看成是什么变态呢 随便收拾了一下 看着满院被挖的乱七八糟的药田 他只得把药田弄回原样的打算扔掉 反正啊 灵草苗还没有一种完 一会儿还要接着干 就这样扔在这儿吧 脏乱一些 渡水兰应该会不好意思 走得也会快点 等金飞瑶赶到了全县门口时 就看到了 渡水兰穿着一身淡草色的裙子 坐在了台阶上 可怜兮兮的看着街道 金飞瑶往街角一看 那边有一群看似吓人的凡人 正微微缩缩的躲在了街角 不停地往渡水兰这里看 渡道友 你怎么坐在石阶上 金飞瑶上前问道 渡水兰一回头 看到是金飞瑶 就赶快站起来 甜甜地笑道 我在这里等金道友呢 你们全闲门 应该弄个门厅 省得以后啊 再有客人坐在台阶上等 谁让你不提前通知医生 到了门口才说 我要是不在 你难道就在石阶上一直等着 金飞瑶不是男人 所以对美人既不感兴趣 说话那叫一个直接了当啊 渡水兰低下头 渡着小嘴 很委屈地说道 每次我去找别人 不管是什么时候 他们都非常欢迎我 而你为什么要这么凶 好像一点都不想见到我 没有的事 我当然欢迎你来 街角那些人 都是渡道友家中的下人吗 人数很多呀 金飞瑶指着街角的人就问道 那些人看到金飞瑶指着他们 一下蜷缩进了街角里 鬼鬼祟祟的 渡水兰连看都没看 就很正常地说道 我家才没有烦人呢 那些是想娶我的人派来的 整天像狗尾巴一样的 甩都甩不掉 烦此人了 那我去帮你杀了他们 把你的狗尾巴割掉 金飞瑶一本正经地说着 人就往街角走去 看到架势好像真的要过去杀人一般 渡水兰连吓坏了 这人怎么说杀人就杀人 修饰在洛仙城中动手 不怕洛仙变吗 他赶忙冲上去一把拉住金飞瑶的袖子 着急地劝道 不用 杀他们做什么 一群受于命令的凡人 他们只是远远地跟着我 也没有对我做出什么事 你不要对他们动手 逗你玩呢 休士无故杀凡人 要是传出去 我哪还有脸面见人 金飞瑶停住脚 看着他笑道 你真坏 谈笑着 两人就走进拳线门中 他俩说话热情的样子 在半个时辰后 就成暧昧 不清不白的传言 传到了渡水兰追求者的耳中 一时间 好多家都派人出去查 那小子是谁 而只是随便一查 就查出来 是干掉赵燕红 被赵家重金买命的那人 得知是他后 大家都松了口气 迟早要被赵家干掉的人 没什么好担心的 所有人熟知赵家的人 都不相信 金飞瑶能逃过赵家的手心 啊 你这里怎么这么乱 比我家养寿的护院还乱几番 一进院子 渡水兰就夸张地惊叫起来 他见过很多难修士的家 都是那些追求者 或是长辈 硬要他去的 谁家不是整洁华丽 不说满院的名花名草 那也是地上连根头发 扶兰上一丝灰都没有 这种乱七八糟 灵草种得稀稀落落 泥土四处乱洒 连个下角都没有的院子 他还是第一次见过 而且前方小楼前的石板地上 也是四处泥土 破盆烂钢摆了一地 非常的混乱 渡水兰一直认为 落星城中最脏乱的地方 就是自家那个 养满灵兽的后院 但是今天呢 却让他长了见识 原来自家的灵兽后院 是个充满鸟与花香 整洁漂亮的地方 你的反应也太夸张了 哪有这么脏乱 直到你要来 我还特地收拾过 如果你不来 我还在干活呢 金飞瑶不满地回道 明明是你自己冲上门来的 还嫌别人家乱 渡水兰不敢相信 这是收拾过的 提着裙摆 小心地避开小路上的泥土 一蹦一跳地往楼前跑去 到了楼前 他一副极不可耐的表情 东张西望的 胖子在修炼室里 你自个儿去找他吧 金飞瑶看到那副 如同猴抓的样子 指着修炼室就讲道 谢谢 渡水兰谢过金飞瑶 就欢快地跑进了修炼室中 而金飞瑶则留在了外面 开始把乱扔一地的花盆收拾起来 准备暂时堆到了角落里 搬大缸时 他想到了一个问题 这么多花盆搬进了景天换盆中 可是得浇水的 景天换盆中可是没有水井 而那空水树没有水可没办法用啊 装水的葫芦法器 虽然能装一些 但是样子不好看 总不能挂几个葫芦在墙上嘛 想到这种法器 他突然觉得既然能炼成葫芦 那炼成个大缸也行啊 这样能看到水 景天换盆中的感觉也会更好些 打算等一会儿送渡水兰走时 就去那家买钻心钉的炼器店去 让他们帮忙炼个装水的法器 就连杀掉赵燕红的钻心钉 这种非常阉人的东西 也能炼船的店对于炼个装水的水缸 肯定异常容易 提到这个 金飞瑶就想起了赵燕红来 这家伙还真是死得冤啊 想到那天金飞瑶就只想偷笑 他当时拿站在黄金巨人身上的赵燕红 没办法 就把早先收起来的二枚黄金钱币 拿了出来 当作暗器向赵燕红打锯 黄金钱币又黄又亮 正好吸引出他的目光 其实杀手锏则是藏在阴影中的 那枚灰色钻心钉